大家好,主春濤 澳門第四條跨海大橋就來整好了 公共建設局今天舉辦奧騰第四條跨海大橋精名活動 希望透過居民大眾集思講益 為大橋命名波,讓特區政府參考之用 公共建設局說 第四條跨海大橋建設事情已經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預計明年第一季主橋全橋貫通 整體工程預計第二季進攻 為了給全澳居民分享第四條奧騰海大橋建成的喜悅 局方將會在明天12月16日至明年1月15日舉辦精名活動 參加者必須年滿18歲的澳門居民 外地的朋友、香港的朋友就沒分 參加者可以透過公共建設局的網站 並使用一戶通脹互登入後 填補最多三個大橋建議的名稱 及相關的簡述 即是寫明為何改名字 澳門現有三條跨海大橋歷史最悠久 要數1974年落成啟用的加諾比大橋 再到2005年落成開通的西環大橋 其實第四條大橋 之前不少網民已經發揮他們的小宇宙和創意 例如有些網民希望改造巴別橋 有些說反映現實 不如改造天花板大橋 有些正經一點 不是之前的不正經 有些說改朱西大橋 北安大橋 雞頸大橋 學術一點 我們稱為十字門大橋 甚至零丁陽大橋 不知道你喜歡改甚麼名字呢? 言歸正轉 活動結束後 將會透過評選委員會選出五個參考名稱 由特區政府決選一個最終的名字 活動有獎金 最高可以獲獎金 一皮野 一萬大洋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去參加 是就趁手 好,這集看到先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數片給截圖餘碼 多謝你們